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认为你在不怀好意的破坏自己的感情 于是你发现自己费尽口舌压根就不会起作用 因为对方永远只相信自己相信的 对于这种情况 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逆火效应 指的是当人们遇上与自身信念抵触的观点时 会下意识忽略或反驳他们 并且原来的观念反而会更加强化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陷入思维固化中 你根本不需要去说服他 因为你越纠正 对方越觉得自己是对的 并越发洋洋得意 正如德国神学家狄特里希 在四十年代说过的一句名言 不要试图去启蒙愚蠢 因为愚蠢不接受启蒙 作家李笑来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 居然还是有一部分人坚信 地球不是球体的 而是平面的 这些人甚至专门成立了地平协会 如果你想说服这些人 难度不亚于登天 你手捧地球仪跟他说 你看地球是圆的吧 对方会不屑一顾 连这么假的东西都做得出来 你找来宇航员在太空拍的地球照片 希望能说服他 那你看地球是圆的吧 对方却瞪着眼睛 指着照片反驳 你看你看 他不就是平的吗 樊登曾经在一则视频中 把人的思维分成四个层次 最低的境界是 总是觉得别人是错的 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错的 稍高一点的境界是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不承认 并且你也不能说 更高一点的境界是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承认 但是我不愿意提 最高的境界是 我知道我错了 并且我勇于承认 坚持地球是平的人 其实就是思维的最低境界 面对这样的人 无论你如何摆证据 讲道理 他都认定自己是对的 咬定你是错的 并非他有意针对你 而是低层次的认知 让他只相信自己脑海中的事实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财政部长 威廉·麦克阿杜 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 他曾说 你不可能用辩论 去击败无知的人 面对无知的人 企图用理性论证 去说服他 最后只会 竹篮打水 异常哭 谁也无法说服他人改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守着一扇 只有从内开启的改变之门 不论动之以情或说之以理 我们都不能够替别人开门 当一个人的思想维度 和你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时候 就算你讲得再多 也无法改变对方 因为聪明人 能够容纳世界的多元 接受观点的多位 而固执的人 习惯守着自己的一套理论 用自己的三观 去评判这个世界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也很难改变一个人的固有认知 当你绞尽脑汁地试图 去说服别人时 浪费的只会是自己的世界 作家周佐罗 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几年前 他就参加一个行业峰会 遇到了一个很优秀的朋友 这个朋友是做服务咨询的 做一单的佣金 至少在60万 一年服务七八个客户 就活得很滋润 两人聊天之际 朋友听说了周佐罗的商业模式 于是就开始喋喋不休的 说他的这种模式有多么不好 还劝他改变策略 当时 周佐罗明知这位朋友是个行外人 说的都是大放厥词的道理 浅漏洞百出 他还是笑着点点头 表示认可 事后周佐罗在文章中写道 人生和职业无非都是个人选择 谁也不用说服谁 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 往后几年 他不理会别人的看法 也不曾浪费时间去说服别人 只默默在行业里耕耘 不仅成就斐然 收入更是水转长高 有一句话说道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不再急着去说服别人 去认同自己的看法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成长大概就是 以前和人看法不一样的时候 恨不得揪住对方衣领 说个三天三夜 现在不了 如果你不能够理解 那我就掉头而走 当你不再提高嗓门 试图去说服另一个人 而是能以淡然的心态 接纳别人的不同 这里是成一的职场诊疗室 希望这期节目 可以让你的人生 到达新的层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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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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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是一滴眼泪 我只是一只小鸟 在寻找家的方向 这是自由的感觉 这是自由的感觉 它散了鲜血的天空 一切风飞 我拼着一颗拥抱空气 勇敢的心 这是我的感觉 这是我的感觉 在布玛利安的大地 抬着灯狂 本听着一颗拥不空气 勇敢的心 近日的颜色 就是oa粘团 你珍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